关注何医生健康瓜哥 大家好我是同一组治医师何医生 三医很多人都认为它是一个养生家庭 能够预防心脏病预防脑梗 而有些人还说这个三医呢还能治疗高血压 还能治疗高脂血症 那么这一个药真的是那么神奇吗 它究竟哪些人合适吃 哪些人又不合适去吃错了呢 今天何医生揭晓答案 那之前何医生也跟大家分享过三医这一期视频 那么当时是用理时针的六个字来去概括三医的作用 那么就是止血散血定痛 因为它又能够止血 就是外伤导致的这种出血 又能够散血止了血之后呢 还能够这种活血化瘀 还能够定痛能够止痛 所以呢它治疗这个外伤导致的这种瘀肿 瘀痛 那么就非常的合适 那这一个药呢 今天何医生再跟大家分享一句话 大家记住这一句话 那么大概就能知道三医它究竟有什么作用了 那这一句话非常的经典 我们每一个学中医的人都要记住牢记的一句话 叫做止血而不流瘀 活血而不伤症 也就是说这一个三匹啊 它能够止血 有非常好的这种止血的作用 它止了血之后呢 又不会让这个血瘀躲在那里 叫做止血而不流瘀 三匹这一个药有活血化瘀的作用 它活血化瘀呢 我们说促进这个血液的运行走得更快 那很多时候这些活血化瘀的药它都会伤人体的正气 会耗人体的正气 耗散我们更多的气去运行推动这个血源 本身有些药物它都是有一定的伤症的作用 伤人体正气 但是这一个三匹它不会 所以呢大家都觉得这一个药非常的好 除了用于这个外伤导致的这种臆肿疼痛以外 它经常这个活血化瘀方面呢 现代药理研究也证实 这一个三匹呢 它是有一定的啊 这种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心梗脑梗 可以治疗这个高血压啊 高质高质血症的作用 但是但是和医生要跟大家强调的一点是 那究竟什么类型的人适合用三匹 什么类型的人不合适呢 哪些人是吃错的呢 这个一定要去知道了解 哪些人合适 刚刚讲了外伤导致的瘀肿疼痛 就比较合适 第二种呢就是活血化瘀 那活血化瘀 你没有瘀血在那里 你干嘛活血化瘀呢 所以他有活血化瘀的作用 肯定是治疗这个有瘀血 那怎么判断自己体内是不是有瘀血 怎么判断自己是不是瘀血体制 以前和医生跟大家强调过很多次 今天再跟大家讲一讲 最关键的判断医学体制 瘀又大又黑的 那么这种就是瘀血体制 如果是两个这个青筋 这个落脉很细很小 颜色也比较浅了 那么就不考虑 体内有瘀血 所以看舌相非常重要 因为这个视频呢 很难去跟大家讲这个脉相 所以只能和医生跟大家强调 这个舌相的一个重要性 中医里面的看舌相非常重要 所以看舌相来去判断自己体内是不是 有瘀血 那么第二个非常关键的方法就是 有瘀血了 它经常会伴随着疼痛 因为不痛则痛了 那这个痛有什么特性呢 有什么特点呢 它疼痛的特点是刺痛 它这个瘀血导致的疼痛 它是刺痛 像挣扎一样的疼痛 那这是瘀血的特性 那第二个呢 它就是痛有定处 什么意思 它痛就是在那个地方痛 它不会走来走去的 它就是固定在那个地方 这种疼痛 瘀血导致的这种不痛则痛 是痛有定处的 第三个 日清夜重 白天好一点 晚上的时候会加重 那这种就是瘀血导致疼痛的一个特性 我们再总结一下 一个是刺痛 一个呢 是痛有定处 第三个是日清夜重 所以通过舌相跟这个疼痛的性质 我们大致可以判断 自己体内是否有瘀血 如果有 三清 可以 就合适 如果没有 那么肯定是不合适的 一定要去对症 对症 很多人说 我有惯性病啊 我就经常拿三七来去预防 这种惯性病的加重 来去治疗这个惯性病 可不可以 没有瘀血 不可以 有瘀血 才合适 这一个是中医的这种思维 如果你是说 我三七可以治疗惯性病 每个人都拿三七来去治疗惯性病 这种就是西医的思维 西医就是某一个中药可以治疗某一个病 不管你是寒的还是热的 虚还是实的 不管你是否有瘀血 这种思维 经常临床上见到 经常用这种思维的医生也是有的 所以这种就不是真正的中医的思维 中医的思维 我三七它是活血化语的 我要有瘀血 这种征兆 有这种瘀血的证据 我才用 这才合适 一定要有这种中医的思维 所以我们再总结一下 什么人群可以合适 第一个 外伤导致的瘀肿疼痛 第二种 有瘀血体质 体内有瘀血合适 好的 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主要聊了三七 它哪些人群合适吃 哪些人群不合适吃 大家一定要从中 学会一些真正有用的 一些中医养生的知识 好的 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大家有什么问题呢 也可以在视频下的留言 好的 关注合适生 健康瓜哥 我们下期再见